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90秒 今天跟大家提的議題 其實是一個消費議題 就是總是碰到客人 他就是不願意接受本店有一杯飲料為績消 這樣的一個基本的要求 也有很多消費者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一定要點飲料呢 為什麼不能點蛋糕呢 為什麼不能點一個餅乾呢 為什麼要點飲料呢 就讓學長來告訴大家 為什麼績消要一杯飲料 那任何的一個空間 都是需要很高的成本 包括房租 包括人員也是非常高的成本 包括水電 當然還有裝修的折舊 包括咖啡的設備 這全部都是需要花錢 而這些東西呢 都不是平白無故得來的 那當然店家呢 會去換算說 每一個位置提供出來的服務 他背後的成本 才能符合 並且讓我繼續經營下去 如果我用這個利潤率比較低的商品 當作基本消費的門檻的話呢 可能對於店家來說是無法負擔的 簡單說什麼意思呢 提供這個位置 他可能成本呢 就是50塊 包括冷氣、水電、防術這些 但是呢 如果你是點一個50塊的餅乾的話呢 他提供這個位置給你 他就等於是虧錢的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到 當然我們為了讓店家 能夠好好的生活下去 能夠繼續經營下去 他當然有權利可以去選擇一個 他覺得比較合理的商品 當作他的基本消費 而大部分的店家 會選擇一杯飲料 是因為飲料相對來說 可能是利潤 是比較高一點點的 當然也不是一定啦 每個店家不一樣 因此呢 如果你覺得這家店家很好 那你想享受他這麼優質的服務 冷氣、水電、空間 請你尊重店家 他在經營上的考量 所以呢 如果你沒辦法接受的話呢 請你去別個店家 沒有機銷的 或是機銷不是音頻的 你仍然可以享受其他店家的服務 那最後呢 學長當然也體諒 有各式各樣的需求 那你是不是可以跟店家商量 就是我真的不想喝咖啡 我真的不想點飲料 我可不可以點兩個蛋糕 或是三個蛋糕 那我吃不完 我外帶回去 用這種體諒的方式呢 讓店家能夠有足量的利潤 去支付這個位置 的成本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很多店家也是願意讓客人 選擇比較通融的方式 所以一切都是可以溝通 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夠體諒 每一個店家背後的成本 並且尊重這樣的低銷的消費模式 好那這是今天硬派90秒的說內容 那希望大家希望咖啡館也好 消費者也好 都能夠在這樣的遊戲規模之下 享受到好的環境 好的咖啡 好的點心 並且有序經營下去 好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